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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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直瞬间拉马 张丁丁饰演的洛哥身着雪白袍服 眼神专注指示前方柔和不失威严 若有所思的眼神之中 似乎隐藏着不少心事 引发观众对其是两脚的另一重身份的好奇 陈兴许姓洛 陈兴许饰演的四届低眼神上军 作为相秘系列的第三部曲 造型方面完全无需担心 陈兴许剧中的角色 因为是天界不尽人情 缺乏七情六欲的天地长子 剧照中略显忧郁又沉稳的眼神 十分贴合角色 这是一部古装玄幻剧 牵扯到人界 神族 魔族 妖族 那么演员造型 特效就非常重要了 目前从路透和官方发布的照片和视频来看 造型给力 不拉垮 陈兴许身材挺拔 配上剧组精心准备的衣服 十分符合神帝之子 玄商精精致高贵的气质 曲凯 乐游园 剧中的礼仪就是徐凯出演的 剧组在视觉的设定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只是简单的定装海报 剧组就以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色彩风格 和烈烈作响的战棋 展现出礼仪 催灵 保卫家国 守护一方百姓的决心 霸气挥剑 眼神坚毅且充满力量 傲然站立在舞动的战棋前 一大热血儿女即将上阵杀敌的形象呼之欲出 张婉宜长相似 张婉宜饰演的表哥枪炫 而且因为这部剧太新了 就只有几张路透流出 就这几款新造型 这意味着她的身份转 不仅有简单朴素的束缚 还有拥拥大气的黑色巢服 更有华丽贵气的雕毛大衣 张婉宜饰演的枪炫虽然是男主 却没有和杨子饰演的女主小妖修成正骨 反而起了戴楼娃女二 也就是小妖的妹妹 不知道剧版的走向 会不会按照圆祝来 林更新与凤行 林更新演的是行指这一角色 也就是世间止于最后一个神君 不过男主林更新造型意外 撞了宇文月 就是发型过于收紧 导致整个人看着五官很大 不过她本人确实瘦了 清爽十足 颜值似乎又回到了巅峰时期 从与凤行官宣演员阵容后 林更新就在积极健身 这状态确实瘦了一大圈 与凤行是赵丽颖和林更新二次搭档 当初的楚桥传拿下了收拾冠金 并且破了多项记录 再次合作 这部剧算是魏波鲜火了 高伟光之词江湖梦 在电视剧之词江湖梦中 高伟光再次挑战古装 一身白色的服饰颇有几分侠气 虽然说脸上的状态 难掩高伟光的年龄感 但是他成熟的韵味 确实很多古装偶像剧的鲜肉男主 身上看不到的魅力 虽然发型看起来十分随意 但却给人潇洒自在的继续感 完全符合山寨王的设定 话说这居然是一档穿越的题材 高伟光会街拍这类网剧 真的没有想到 造型上来看还是及格的 就看剧情能不能过关 行招林则经济 行招林此番出演饱夺诗书的少年 状元裴眼珍 外表温润如玉 肩不能扛手不能提 实则深藏不露 武艺高强 城府极深 别有用心求取神妙 但随着时间推移 裴眼珍的心开始动摇 海豹背景以中国古代传统戏曲舞台为笔板 同时叠加江南林中经典的禅之纹花窗 营造出甜淡显雅的古风古韵 行招林主演的电视剧 大部分都是古装 这次的古装造型也相当帅气 一袭白衣风度翩翩 看着就很心动了 但是她的刘海感觉好碍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